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条路八千多米我走了四十多年 我是攀登者韩子军 在攀登的路上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遇到的是什么 我是攀登者刘永忠 通往顶峰的路永远不是彼此 这条路线 2015年,我第一次去盘登珠峰 突然就遇到了珠峰史上最大的雪崩 那一刻非常非常的恐惧 巨大的气浪瞬间把我打翻 所以就慢慢地从雪里面爬出来 等着我的是一个又一个朋友遇难的消息 我想完成遇难队友的心愿 所以在登珠峰的时候 就带了一条蓝色的哈达 因为我觉得我带着我的队友一起 完成了我们大家共同的梦想 我本以为登山就全靠的是勇气和坚持 但有时候能够勇敢地去放弃更重要 到了7900米 顶峰就在你眼前的时候 全世界的人都会告诉你 你很快就会到达人目标 很快就完成你的人生判断梦想 但我们当时的氧气没有了 天气会变得越来越坏 风雪越来越大 总共前后走了44个小时 走得很慢 而且那时候体育桩也是下降 你是告诉我 登顶的路不是唯一的 在顺序万变的过程中 及时地调整自己 才能够真正到达顶峰 第一次攀登珠峰 我就动掉了双脚 40多年来 为了五角载攀珠峰的梦想 我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 就开始力量的训练 假之经常把我的腿磨破 长期的谷玉河发生了癌症 癌症转移到我的淋巴上 我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 但是我想 我的梦想没有实现 我就不能这么倒下 我拼尽全力 四次攀登珠峰 尽管前四次都失败了 但是我还是想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我快七十岁了 别人都说我这辈子登不上去了 但是我不要别人给我打 没什么事 我快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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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h了 我快要打 我快要打 我快行 直面死亡 所以才能知道生命的真正意义 才能够知道生命有多可顿 我不想把同一天活成几千遍 因为它值得更多的可能性 我要继续攀登 去遇见更多未知 人在巴士来说很渺小 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去攀登 不要集中尽力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才能够坚持下去 没有人能限制你的可能性 走在时间前面 你的人生才会不需此行 我终于站在了8848的顶峰 四十多年了 还不容易 终于上来了 不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